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羡慕 但他们的孩子依然在创造商业传奇和风流运势 2021年初 李泽楷成立了经纪公司 96年的林轩瑜成为公司的首位签约艺人 说起李泽楷 很多人不熟悉 但是他的父亲李嘉诚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作为商界超人 李嘉诚极为宠爱小儿子 小小超人李泽楷 顽固 风流 却是不乏敏锐的商业秀觉 那么这次力捧林轩瑜到底是出于私人感情的执着 还是商业规划的考量呢 百花从中过 依然是未婚 年过半百的李泽楷前女友无数 也早已为人妇 但为何却从未与任何一位女友不如婚姻殿堂呢 甚至是为她诞下三子的梁洛诗和项链五年的郭佳文也不例外 尽管前女友众多 开个选美比赛都不为过 但是李泽楷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前任还是梁洛诗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女子宏极一时的岗星身份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虽然没能嫁入豪门 成为名副其实的李太太 梁洛诗却是坐实了长子之母的身份 在认识李泽楷之前 梁洛诗正是风头正身的新晋小花 年纪不过19岁 却已经主演过多部口碑破家的电影 还提名了金像迎后 和李泽楷也是在片场通过拍戏搭档杨子重认时的 一个喜欢大龄男友 一个独爱年轻美女 眼看着对方这么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 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 恋爱中的梁洛诗 情感层面 物质层面都十分不足 哪里还有给东家英皇打工的打算呢 但是英皇怎么舍得放走苦心栽培数年 年仅20岁的梁洛诗呢 那次李泽楷出面大展超能力 据传呢花了一亿帮梁洛诗赎身 提前结束了其与英皇本应长达20年的合作 摆脱了公司束缚 又衣食无忧的梁洛诗默默吸引 专心做起了好门扩上的女朋友 第二年他为李泽楷诞下了一个儿子 这是李泽楷的长子 也是李嘉诚的第二个孙子 高兴的李嘉诚还亲自为次孙取名为常志 一年之后梁洛诗又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婴 豪门望族很在意接班人是否有子嗣 再加上李泽楷虽然情势丰富 却只和梁洛诗育有孩子 外界据此推断两人好时将近 可是故事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向发展 双胞胎还没有满周岁 两个人边关宣分手了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什么梁洛诗孕妻服药 制舍儿子脑贪 梁洛诗被甩货五亿分手费 各种消息满天飞 尽管当事人对此都做出了否认 谣言依旧是难以平息 然而事实就是梁洛诗带着儿子们远赴加拿大 而李泽楷则跟美诗人一样 潇洒地继续生活 之后他遇到了郭佳文 这是据外界所知与他相恋最久的女友 郭佳文在15年以港解季军出道 那时香港小军选拔早已不复八九零年代盛况 季军的身份并未能让他走进大众事业 却意外地助他走进了李泽楷的心里 那为什么李泽楷愿意带他出席社会活动呢 这可是连梁洛诗都没有的待遇 这与郭佳文的性格行为有关 郭佳文温满低调 即便难有坐拥亿万家产 他依旧是大半朴素 举止得体 李泽楷成赤资金议员购买豪宅相赠 外界因此调侃郭佳文的千亿女友 对于这一切 郭佳文并未公开表态 只是淡定地在豪宅里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 而且即使李泽楷已经公开承认 郭佳文的女友身份 他也很少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与李泽楷相关的照片 谈论与恋情相关的内容 或许这是因为他本就不愿意消费情感 也可能是李泽楷不允许他向外透露恋爱细节 但不管原因是什么 都可以表明郭佳文是一个让李泽楷省心的女朋友 对于李泽楷来说 这样的女孩子更适合以女友的身份陪伴左右 不过也仅仅是女朋友的身份而已 想念五年 郭佳文也即将进入儿力之年 但是俩人的关系迟迟未进一步 双方似乎是维持了一种微妙的情感平衡 对于郭佳文而言 他没有孩子 而李泽楷又不缺儿子 如果李泽楷不愿意和他孕育子嗣 那么有没有那一纸婚书 都不一定能够保证他的富足生活 更何况 豪门女主人的头衔 未必有富商女朋友的身份自在轻松 对于李泽楷而言 他风流的性格难以改变 郭佳文是不是他的真命天女尚不好说 结婚于他而言是束缚 并没有太明显的好处 维持男女朋友的关系才更为舒适 但是这种平衡 现在似乎也已经被打破了 今年年初 李泽楷成立经纪公司 立马将林轩宇签约为旗下艺人 说起林轩宇 大多数人并不熟悉 但其实他并非是岌岌无名的新人 自20岁成为华姐冠军后 他就签约了无限进军娱乐圈 也算是公司力捧的小花 只是这份力捧 却害他患上了报时证 不得不与公司解约 返回马来西亚养病 与李泽楷结缘 则是要感谢杨子琼 这位曾将梁洛师 带到李泽楷念前的月老 现在又将林轩宇介绍给了李泽楷 虽然李泽楷和林轩宇 目前只是老板和艺人的关系 但是这种泥泥之中的缘分 总会引人无限遮想 况且李泽楷对这位签约艺人 也是非一般的好 不仅动用人脉 请来汤梅的潜经纪人 还帮助大马女神林轩宇 与不少品牌牵线 甚至林轩宇的私生活 也肉眼可见地奢侈起来 这种种举动固然可以归结为商人逐利 但是是否有其他私人因素 还不能够往下定论 这边李泽楷不遗余力地 宣传自己公司的新人 那边郭嘉文也在社交媒体 大方分享与年轻男人的合影 该男子也放出了一张举止亲密的合影 并表示郭嘉文是他的女神 大有公开示爱宣誓主权的架势 外界猜测两人已经分手 向李泽楷求证 相当于当初承认爱情时的爽快 对于分手的消息 他不过是回复了一句 工作忙 不回复私事 这样敷衍的回应 更加深了大众 对两人分手传言的肯定 李泽楷和梁洛诗孕育三子 带郭嘉文出席社会活动 成立公司 力捧林轩宇 这三位女子 也因为和李泽楷和纠葛走向了不同的人生 昔日前途无限的梁洛诗 在上升期选择吸引蝉子 最后被吸落为好门气腹 然而现在的他已经重新出发 不仅被拍到和男友甜蜜牵手 新作品《第一炉香》也即将上映 郭嘉文化队五年青春陪伴李泽楷 这五年他有诗有得 失去了打拼事业的好年华 得到了常人一生难以企及的好生活 至于失去的多还是得到的多 只有他自己清楚 而林轩宇或许在李泽楷的运作下 他可以成为下一位顶流小花 只是是否真的有那样一天 需要多久 没有人知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下集铛